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为什么无法进行长时间能统一呢? 在三体中有一句话很简单,叫做包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,傲慢才是,西进就是这句话最根本的展现。 当年司马良刚刚大一统天下,想象一个美好的世界要来临了,有人给这个皇帝上了一封奏折, 在上面说道,现在各地虽然是大一统,但是有很多地方的势力都没有得到平息,所以希望皇帝赶紧考虑一下这个问题。 但是司马良在听到之后,他的反应就是三个字,地不听,于是在三十五年之后,长安就被攻破了。 实际上,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短命的大一统王朝都一样,他们灭亡的原因,基本上都是因为过度傲慢。 比如说西进,比如说秦朝,只不过前者的傲慢,和后者的傲慢不一样,造成的结果也不一样。 秦朝和元朝傲慢的原因,来自于他们的制度具有优越性,齐家的时候,克服了很多势力,最终才打下的基业。 但是他们却错误地认为,制度的优越性,就赋予了他们为所欲为的权力,于是,他们的一系列作为就激怒了全天下,最后被反攻倒算。 而后再收拾掉他们之后,秦王朝也吸取到了他们的教训,在秦朝、隋朝、元朝的灭亡之后,才留下了汉唐这样的朝代。 但是西进却完全不一样,他们的傲慢并不是制度的先进,实际上,他们根本就是一潭死水一样。 他们之所以能够完成统一大业,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敌人相对于他们,实在是在拥有体量上有绝对劣势的。 所以,被统一也是难免的事情,东吴就是这样的体现,傅汉虽然拥有活力的制度,但是天下大事如此,而且他们的体量更小, 傅国对于那些进行政治垄断的宗族是很不友好的,最后也受到。 那反戈一击,再加上傅国这个地方,不但体量小于魏国也小于吴国,于是,很快也会被魏国这样的力量给拿下。 在西进倒下的时候,他留给胜利者的制度,是绝对不可能有人用的,于是没办法,只能像战国那样养出一个像秦国一样的国君来, 这才能够重新造出一个有活力的制度,但是时代的局限也导致这场战一打就是几百年,也像战国一样。 不过也有好处,就是因为民族大融合,所以导致地盘大了很多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